2015年BMX PAPER 1MC第8條 今次是關於Consumer Credit 你見到他都文明 關於Credit Arrangement 問你哪一個以下Credit Manager 是最合適的 看看今次的Financial Needs 今次的Financial Needs 就是需要去買房屋 即是買樓 在賣樓入面 ABCD 哪一個最合適的 大宛多夫之欲出 當然一定是Mortgage Loan Mortgage Loan 即是房屋貸款 所以房屋貸款 一定是四個入面 最合適的一個 因為他真的用來借錢 用來買樓 通常我們買樓 都會先 先給一個單支付款 即是首期 當然就是 當你借 買樓 付了首期之後 通常會 剩餘的存款 如果大部分人 那些存款 都會 用這個Mortgage Loan 是用一個 無論你付多少 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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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訴 付 這支付 它會收到這層樓,然後做抵押就還了不債 所以這裏是一點點的簡介 都請問大家可以清楚儲存過的運作 當然你會問多一句,就是如何計算 interest interest 其實這個未必一定是 fixed interest 通常這個都會是浮動的浮動率 通常都會連結到一些息率的關鍵 當然有需要買樓的時候,你可以自己去問問 或者問問你爸爸媽媽都可以的